简安山公所为了提升池玉山的殡葬服务 持续优化园区设施、设备还有环境 在日前乡长游淑珍也特别邀请了 相待会的副主席黄金发汗多位代表 特别前往市场目前正在施作的 纳谷柜、神主牌 还有火化炉具、更新改善整件等工程 也听取了工程简报 池玉山居高零下一望无际的美景 加上价格公道 使得纳谷塔位公布应求 既然乡长游淑珍上任后 多次与团队研理检讨改善方案 提出短中长程规划 并在吉安乡民代表会的支持下 便列预算300多万元经费 现行征设1008个古黑柜及14个古骸柜 预计在今年4月份就会完工 能有效舒缓民众的使用需求 谢谢代表会全力支持 自编预算来执行1008个柜位 即将要来完成 在过年之后 我们可能就可以陆续的提供给我们的乡亲来运用 那当然这是我们的近期的建设 在中长城 我们未来在池玉山 还有一个纳谷墙的柜位 要来做执行 4600多个柜位来提供需求 当然我们近几年来 这个执障区已经让我们的乡亲多能接受 也把我们的老大人 这个选择安置在我们的执障区 风景优美的一个大草坪 我相信多元的礼仪建设 跟世性的关怀 跟我们长者在毕业之后 他们圆满人生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世性安养 跟未来长远 不影响我们子孙的困境跟瓶颈 来作为一个建设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谱整 来努力 日前前厢长游淑珍也邀请乡代会主席 黄金发及代表 在建设客长吴英玉的陪同下 前往视察目前正在施作的纳谷塔位 绳组牌以及火化炉具 更新改善整建等工程 因为我们纳谷塔位都已经满了 因为乡亲的需求非常急迫 所以乡公所也是利用 这仅余的空间来增设 所以我们代表会也是非常的支持 虽然是整个预算都有 将预算来编列 但是为了大总需要 在乡长考虑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代表会有全力的支持 而乡民代表余政华也表示 目前东苍公墓取决在即 是否提供东苍公墓 只有组和无组的组前骨骸 能够也安置在慈云山新设的纳谷塔位 以立未来东苍公墓建构设施脚步的加快 而对于目前新兴建构的纳谷塔位 在视觉以及动线上 余政华也给予高度的肯定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